我告訴大家 我真的是 一招蟲體質 不但是一中暑還是一招蟲 然後我經歷的蟲蟲危機 是那一次就像洪醫師講的 差一點點就要住院了 差一點點就蜂窩性組織 你看像我的腳已經偏大了 你能想像我那時候的腳 被一個不知名的蟲咬到的時候 整個腳像豬腳一樣 連拖鞋都差一點塞不進去 那我要告訴大家 我那時候是在宜蘭梅花湖出外景 穿短褲嘛 然後很開心在那邊主持 然後當下也不覺得癢癢的 也沒有被咬的感覺 可是回到民宿住的時候 洗完澡之後就發現 怎麼腳有點癢癢痛痛的 然後開始整個腳腫起來 不但腫起來之外 還出現了七個 五十元硬幣的腫塊 七個不同 都是集中在腳踝 還有腳板這樣子 結果後來就開始 發高燒之後 我覺得我當下沒有危機意識 我想說 反正明天還要出外景 我就早點睡 可能太累了 免疫下降 不得了了 第三天早上 我都要燒到39度多 然後重急診 然後醫生就說 你是被什麼蟲咬到 我說 好像也不是小黑蚊 也不是蚊子 因為有七個 大概五十元硬幣的腫塊 這樣分布在雙腳 他說那會不會是 那因為沒有看到蟲體 也不知道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最後是打點滴 然後又吃了抗生素 又不能停 抗生素要連續吃一個禮拜 然後再加上敷藥 那個敷藥是怎麼敷嗎 敷了藥膏之後 還要用透氣膠帶 他說要把它稍微薄薄的貼一層 避免說可能你自己去抓或摳的 怕你又再感染 我那一次真的搞了兩個月 我這雙腳才恢復正常 然後小黑蚊 我的反應也很大 我去花蓮兆風農場 也是氣象連線 然後連線完 洗個熱水澡之後 天啊 四五十個小點點 然後要給大家看一下 我還去打針 我也是打了兩針 然後注射之後 然後也是吃了 不知道是大概四代的藥 然後一次吃了一個多禮拜之後 我整個發炎的狀況才壓下來 然後也是像之前 騎腳踏車騎一騎 然後不是都會 那個樹林都會有 坎西的毛毛蟲 這樣就掉下來了嗎 然後我本來以為我有閃過它 結果沒有 它就垂到我的脖子 然後我也不知道 對 我不知道它咬我 我也是想說 怎麼好像刺刺的 然後我就用手這樣抓了一下 然後整片皮膚快 爛掉也是這樣一整片延伸到 對 那個超可怕的 你這麼不適合外景 以後就不要去外景 對不對 你是溫室的花朵 你知道嗎 我要告訴大家 我反而新聞播六年 我外景做九年 這九年只要遇到夏天 就是不是中暑 就是被蟲咬 是喔 對 那我居然還可以活下來 這是喜劇的 是 中部委員的醫院 在一個大坑旁邊 早期真的是小黑紋猖獗 因為說我轉到一個病人來 他就被小黑紋咬得稀哩花啦 都是滿部的 這是密麻麻那種 有那種恐懼症的人 都會害怕這樣子 我全部都是那種小黑紋的點 可是他這就是 都已經不癢了 可是就有傷口 可是傷口他也很乖 沒有去游泳床玩水 我都沒有 可是過了兩個月之後 傷口都沒有好 而且還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甚至還越來越深這樣子 可是因為那個阿嬰 他覺得說他可能有糖尿病 五六十歲他可能覺得說 糖尿病的病人 本來就是人家說 傷口本來就比較難癒合 他又再給他放一陣子 放了兩三個月 嚕燦 那個傷口都快可以 尖在骨頭這樣子 他真的受不了 家人就叫他過來醫院檢查 你就把他檢查之後發現 他是 雖然被 循環已經沒有了 對 雖然被蚊子咬 只是一個起因而已 但是發現他因為 你有破洞之後 有傷口之後 你要養分 你要血流給他 他才會長落 是 才會長起來 才會癒合 可是那血管都塞住之後 他本來是完全是沒有血流過去 所以像這個患者 我們就給他 放了一個支架之後 打通之後 就血流上通之後 加上整形外科的幫忙 兩三個月之後 他的傷口就完全就癒合起來 糖尿病是真的 是很多的傷口癒合很慢的 如果那時候去當兵前 就有聽到人家講說 陳宮嶺的蚊子特別毒 然後我想說 這只是一個 都市傳說 大家亂講的這樣子 然後那位陳宮嶺 最後退訓前 被盯了大概有六個包 就在小腿上 六個包 然後就真的很癢 但也不疑有 他就不要再抓了 然後差點藥 然後大概幾十天後 就基本上沒有感覺了這樣 但隔了半年之後 有一次 我再喝了一點小酒 和紅酒的情況下 感覺全身就有點發癢之後 然後就不自覺去抓腿 然後抓一抓之後 半年後 那六個六星症 出現了 對 在原點 然後就冒出來那六個包 太扯了吧 然後跟半年前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就我不知道是身體過敏反應 還是說他的毒液特別的 這是可以停留這麼久嗎 他已經在你那邊 種下了 太可惜了 真的就原地在那裡 有這種事情 我偶爾會有 我們叫做記憶反應 就是說有一些被蚊子咬了 可能你剛好幾個月前 但是那次發炎反應很厲害 然後三到六個月 可能你剛好又皮膚又癢 他那幾個癢的 會一起被呼喚起來 不過這也不代表什麼 就是說擦擦藥就好 不用擔心 我常常聽人家講說 被蟲咬 被蚊子咬 我好像蚊蟲不會叮咬我 蚊子也會挑食 他也要挑他喜歡的吃 還是說可能 我這麼不會再喜歡 你怎麼會聊天 真的 蚊子喔 真的你十個人在那個房間 我們要特別跟大家講 有些人會說 吃素比較不會被蚊子咬 這錯的 口上也會被咬 是 就是說不管你吃肉或吃菜 就是常會有人就說 你那麼容易被咬 你酸性 你是吃肉吃很多 就是其實也沒有 不是這麼說的 然後還有O型血 也是有人說O型血比較容易被咬 其實這也是 沒有大規模的研究說 吃O型血 反正蚊子它 其實科學家很喜歡研究蚊子 因為真的有些人的體質 就是像我們這種 是補蚊子 在哪裡 我來每次錄節目 我一定會帶防蚊液 因為我在這邊都被咬 真的假的 我沒有騙各位 我連我超沒被咬過 平紅綠燈九十九秒 我都被咬 所以我是那種 你是有多香的 多好香 你的人緣都那麼好 我們人緣都不好 蚊子真的有些人 就是像乃哥一樣 像我媽媽也是 他的體溫 如果稍微比較低 蚊子也是看不太到你的 所以對蚊子來講是隱形人 那我們對蚊子來講 就是熱點 快點Wi-Fi這裡 跟他熱點 連線 我就是常常奇怪 我們家的院子 我女兒 我老婆 他們很少到院子去 因為她每日去都被咬 我們院子的咽下 多時我在打理 從來沒被蚊子咬過 我覺得很奇怪 蚊哥你試著睡一碗看看吧 你那麼有研究精神 不支持你 好 睡一碗看看 看看你是不是 不會用的 說實話 我會弄個那個帳篷 夏天如果到戶外玩 其實不是只有蚊蚊 其實在急診室遇過很多是蛇咬 只要那種雜草蟲生也好 或者樹林也好 真的要非常小心 而且當你遇到補藥去招惹她 前陣子才遇到這個而已 那被蛇咬之後 就是在她的手的地方用咬痕 那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急診室處理 大概就會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我們當然看這個咬痕 它是偏向神經毒 還是出血性毒 因為所有毒者血清是不太一樣的 那第二個我要知道它是什麼毒 所以通常我們都是會問她說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蛇長什麼樣子 什麼顏色 尤其是我們在那種三線 三層資源的時候 其實很多住民都知道那是什麼蛇 可是他們有時候不確定 他們就會把它帶來 然後帶來沒關係 其實我覺得他們蠻飄悍 有時候他們是會 會是把蛇直接打死的 當然這裡不建議 如果武功沒有這麼好 真的還是交給專業的 而且我們現在有手機 起碼你可以拍就好了 還難得及拍手機被他咬的 等一下我拿手機拍一下 所以說我們被毒蛇咬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記得他是誰 不要叫 不要叫 對 我們不要緊擾他 第二個真的是 就是要記住他的長相 那個阿姨就 他的家人就直接把毒蛇頭 打死了 對 就爆頭 你說那你們毒蛇在哪裡 醫師在這裡 他就拿來給我們看 那我們直接認他是什麼蛇 你看到那個頭 你真的會比較 就是比較同情蛇 比較不會同情 那結果我們 護理師拿到 我們想說要看是什麼蛇 那個袋子一打開 那個蛇就開始動 然後就跑出來 對 還活著 對 不是被爆頭了嗎 他就掉到地上 然後他就開始在急診室游動 你這時候就會發現一個 很厲害的習慣 所有人都開始 所有的醫護人員的腳 都不在地上 老實說他頭被爆了 可是他神經 還是分佈到全身 他還是會有一些神經性的 那個反射和動作這樣子 後來才發現 是眼鏡神 然後我們才打了那個 適當的血清 所以其實我們在戶外 我們除了蚊蟲以外 蛇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而且當你被叮咬之後 千萬不要慌張 不要再去招惹他 其實你鎮定之後 他還在現場 其實趕快拍照 或是看清楚 他長什麼樣子 因為這樣有助於我們判斷 我們該用什麼樣的血清 去治療 我們炎炎夏日 有很多問題要注意 如果大家要多補水 喝水很重要的 對 防塞 防蟲 這些都是我們外出的時候 不管旅行或爬山 或到戶外 都是很重要的 是 騎腳踏車包緊一點 好 好不好 再次恭喜宋宇宙 這個新的潛生物發行 恭喜他 謝謝大家 謝謝